中华男排写下历史 另外呢稍早中华男篮队在四强赛 也以103比74击败的日本队挺进到了金牌战 而至于棒球队呢 虽然在预赛是提前在第七局口斗了日本 但是今天双锋在四强赛是再度降入相逢 却遭到了日本的玩风 最后是以0比6输球五元真金 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华队 今天在东亚运四强赛抢碰日本 虽然中华队在预赛曾经11比07局解决日本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中华队先发投手王耀玲 只投了1.1局就丢掉5分退场 而中华队的打线也完全遭到日本压制 整场比赛只打出四直安打 中场中华队就以0比6败北 明天将要和地主大陆队争夺铜牌